认识英文的灵魂 各种词心里面的灵魂 最重要的是动词 当然英文的单字是名词最多 其次是动词 再来形容词、副词 但是英文的名词一般是学英文 其实名词比较多 因为名词本身也多 可是名词也是多 当然是好事情 可是它是一个基本功 但是动词认识的多 会用可以代表程度 所以英文会讲、会写 这是一个基本功 但是程度不一样 就像美国人、英国人 英文都讲得呱呱叫 也很标准 但是程度不一定好 动词用的好、程度好 名词只是基本功 当然了 另外 行用词、副词用的好 当然也是程度 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动词当然也不少 当然也不可能全部记住 美国人、英国人 也不可能 但是在一个大范围之内 尽量多认识一些动词 以及它使用方法 程度也很好 但是比较麻烦的就是 除了动词比较多以外 当然我们就尽量学常用的 连外国人都不太会用的 那当然也不必去学了 但它复杂的东西就是 一个就是它有集物、不集物 我们一般人学英文 动词很弱 就认识的很少 就算动词认识一些 可是常常搞不清楚 集物跟不集物 所以这边 V就是集物跟不集物合在一起 VT就是集物动词 VI就是不集物 这个大家分不太清楚 再加上动词三态 有时候不规则 这也挺麻烦的 还有一个就是 一个动词它可能有 若干的不同意思 多的话可以到五六个 那当然一个动词就有一个意思 也算常见 但整个说起来 一个动词有两个 包括两个以上不同意思 这个才是主軸 所以这个也很麻烦 像这一句学 Agn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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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t Ell In Ell Ell 当然就奇怪 有些好像不像动词嘛 它像名词 没有错 所以一直多词性嘛 一直多译嘛 一个字 它可能同学是名词啊 形容词啊 动词这些啊 Ellipt Alarm Alert Alienate Aloint Agnize Align Allege Allege Alleviate A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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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啊 当然这些都算常用字啊 如果太偏僻了就不放进去啊 但相对的 有些人可能认为其中有些动词还是陌生啊 那就表示程度不是那么好 我们先看 Agonize Don't agonize yourself anymore 就不要再折磨自己啊 不要再让自己很痛苦啊 Agonize就是使痛苦啊 就变成痛苦啊 不要再折磨自己啊 Allege Agonizing Aone σε Aonize Aonize 阿 Aona 那这边呢 看见也是痛苦 但是有细微的唱句 就是烦恼 我们讲烦恼比较好 痛苦跟烦恼不一样 痛苦就很痛苦嘛 烦恼没那么痛苦 可是也是想个半天 也是不舒服 但第二个就是烦恼 他为了这些很复杂的决定 做这个决定很复杂 他觉得很烦恼 所以这两个你就算把它都当成痛苦也可以 我这边只是做解说 还是要做个比较清楚的说明 前面痛苦后面烦恼 两个其实不一样 你就算全部当成烦恼 当痛苦也可以 就是看你自我要求了 Johnny Agnes of the Mistake made yesterday 就是 约翰 我抢你了 这应该叫抢你 为他昨天所犯的错误 他很烦恼 烦恼跟忧虑比较近 烦恼 忧虑跟痛苦比较远 他很烦恼 可能造成人家误解 大概是这个情况 Agree呢 你说他就是同意吗 同意怎么会有四个意思 这很奇怪 Sigree就是同意 同意的意思是说 你说什么或做什么 我觉得是对的 我想法跟你一样 同意 他同意 他同意 去走 不要另外一个人建议 我们走吧 我同意 就是一个人先提议 另外说跟我想法一样 我同意 The way to agree that the stake was ever done 字面上 你看一下是同意 在一般的观念 就同意 这服务生同意 同意这个牛排 我们当然就是做太熟了 有点黑 有点焦 或者太硬 太熟 在英文里面 Agree他这边就不是同意 而是承认 就像Admit 但是跟Confess又不一样 这边是承认 承认 而不是同意 承认 所以同意跟承认还是有差 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英文单字 有好几个意思的时候 有时候是意思差很多 一看 一听就知道 差很多 有些就是 好像差不多 尤其经过中文的转换以后 觉得简直一样 可是有时候没有英文去想 或仔细 有时候从英文去想 好像也差不多 可是仔细一想 还是有些细微的变化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程度 叫英文程度 I agree with him that I should try again 就是说 这个中文也要翻成同意 我同意他的讲法 我要更努力 可是英文里面 他的还是Admit 我承认 我承认他的讲法是对的 所以这个用中文讲很累 我同意他的讲法 跟我承认他的讲法 是对的 好像也差不多 但是不管 第二个就是承认的意思 像第一个 Dewater 用承认就比较好解释 第二个好像用中文讲 还是要同意 但是英文的意思是承认 就是同意 就是说 我的讲法跟你一样 比较正面 承认就说 表示我做错了 我承认 所以第二个 有点说 我前面做错事 我承认 或者你纠正我 我同意讲法 但是前提就说 我做错事 那第一个就没有这个问题 这样讲好像比较清楚一点 Can we agree or price? 这边好像 我们可不可以同意一个讲法 这是中文讲法 怪怪 就是大臣协议 比如你跟人家讲价 或者两个公司 买家卖家 我们可不可以设定一个价格 一个双方都同意的价格 这边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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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 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东西 We agree on starting the once 这我们双方 这个就有点双方 第一个就是单方面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单方面 第三个就是双方 双方都同意给价钱了 双方都同意 我们完全立刻 立马 马上 我们双方都同意 所以第三个有双方的意思 to figure do not drink 这两个数字 figure很多意思 也可以是身材 也可以是人物 也可以是数字 这边数字的意思 所以英文一字多语最麻烦 这两个数字 一字 彼此并不同意 有些人都在英文 而彼此并不互相同意 可能会往那翻面擠 但是它精确的意思 实际的意思 就是这两个数字 并不彼此配合 比如说 你做一个财报 我做个财报 你数学算出一个数字,我算一个数字,这两个数字不一样,不吻合 这边就是吻合的意思,或者一致的意思 Mike did not agree with me 就是他跟我不一致,这两个想法不一样 所以这四个有细微的变化 当然第四个是差距大一点,就是一致 但是在一个大范围,就是一样的意思 These maps will not aid you on your journey Aid就是帮助,就有点像help 但是aid是,它也可以当名词也可以当动词,就跟help有点像 但是当然没有两个英文字,就算它是同一字 同一字跟近一字不一样,近一字就是不太可以转换,一字相近 同一字可以基本转换,但是英文程度好的,中文也是一样 没有两个字是完全一样,极少了,还是有细微的差距 不然的话就一个字就好,干嘛两个字 就是这个地图啊,这些地图啊,可以帮助你啊,就是在旅程上可以帮助你,可以找地方啊 She aided me with money,她用金钱帮助我,指出我的意思啊 Aid就是生病啊,这是比较文雅的用法啊,不是口头啊,口头啊,就是生病的意思啊 The old man has been ailing for some time,这个老人家已经生病一段时间了 所以你用讲当也可以啦,用口头上比较少,但是不管你讲啊或写啊 用他ail这个字啊,人家就知道你的程度不一般啊 What the hell did you do, make yourself a cross? The cross啊,这个字看起来像名词嘛,越过啊,那这边是形容词啊,所以一字多一字多词这些麻烦 Cross就是生气啊,很难搞啊,这些意思啊,都比较否定啊 就是什么东西啊,让你很烦恼啊,这边当烦恼意思啊,让你很烦恼,让你的脾气就变得不好 啊,变得很难搞啊,脾气不好,生气等等啊 The cross,除了是越过啊,也可以当名字是十字架嘛 十字架,不管是正的十字架,或者是打个叉的Cross 就是两个叉嘛,叉,两个就是不一样嘛,不是一字嘛,就很难搞啊,不一样嘛 Aim,一般讲瞄准嘛,也可以当名词啊 She aimed for the target, but hit a lamp 他瞄准啊,Aim就是瞄准一个方向啊,丢东西啊,或者做什么事啊,瞄准 他瞄准这个目标啊,比如说,你要射个飞镖 结果不小心他打到了灯啊,就是瞄准啊 The advertising campaign is an action 就是这个,广告的活动啊, campaign 就是一个短期内的活动啊,不管是社会活动啊,竞选啊啊 就短期之内,为了一个特定的东西啊,但是他另外也可以 campaign 也可以当一个战役啊 不是这场战争啊,这场战争是war啊,那一场一场的战争叫 campaign 或者 battle 它是对准啊,这边就不要说瞄准啊,是针对啊,我们讲针对啊,针对啊,针对小孩子 we aim to save money, enough money to go on vacation啊,这边就是目标,设定目标啊 前面是瞄准嘛,也是设定目标啊,但是前面真的是针对一个什么东西啊,瞄准或针对啊 am就是设定一个目标啊,我们打算,我们这边当然也不要说设定目标 我们就是准备存钱啊,存足够钱啊,去这个休假去旅行啊,等等啊 这边是设定目标的意思啊,Jane Emerson, becoming a doctor 真啊,通常女孩子的名字嘛,她设定目标啊,要变成一个医生啊 那这边就不是,就不是博士啦,一般讲设定目标当医生嘛 很少人说设定目标当博士嘛,博士是学位,而不是工作嘛 AIR,一般想说,AIR是空气嘛,空气是名词啊,怎么会动词啊,一搞怎么那么多意思啊 AIR就算比较复杂的字啊,但是它复杂是复杂在动词,而不是复杂在名词啊 AIR是空气嘛,那这动词别是什么,晾干嘛,把衣服嘛,拖完水以后还没有完全干嘛 家里如果没有出时机的话,出时机要耗电嘛,弄在阳台啊,后院啊,空旷的地方,晾衣服嘛 晾衣服就放在空气当中嘛,有风啊,吹啊,什么啊 它把这个metric的垫子啊,地垫啊,什么毯子啊,垫子啊,每个礼拜都拿去晾一下啊,所以这放在空气当中就是晾 晾干嘛,他喜欢吹嘘啊,炫耀啊,他的一些看法,想法 放在空气中嘛,那怎么会变成炫耀啊,吹嘘啊,就是高谈过论啊 你讲一大堆,一讲话就这把话讲,就放在空气当中嘛,所以慢慢就变成啊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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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命讲啊,拼命,拼命讲,讲一大堆在空气中啊 那我们中文就翻成什么,血腰啊,高谈过论啊,大放节词这些意思啊 Don't air your troubles,不要老是讲你的,不要老是到处疏苦啊,到处讲你的一些困难啊,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我们尽量学单词啊,不管名词、动词,请也不要说像,啊,英文课说,哦,这个字就是,那两个字,三个字的意思 照个书或老是讲的 但是,这样子也没办法,他必须要把意思讲出来啊 当然他应该讲说,啊,有这些等等的意思,或类似的意思 不这样写起来,好像类嘛 但是我们要有这个认知啊 就是说,每一个单词的英文意思啊,我们要知道它 一个,一个范围啦,应该讲一个范围啊,就是 它的意思大概是怎么样 而不要是抠文字啊,所以一定要讲的,为什么呢 可能在教科书上写的那几个字啊,跟那个教科书的那一篇的内容是吻合的 可是会变嘛,用在不同的句子啊,不同的情况 它那个本质是一样的啊,差不多那样的一个本质,那个范围 可是,同一个字啊,用在另外一个句子,那就可能中文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这个观念啊 这个节目啊,这个节目啊,有很多意思啊,比如城市啊,中国大陆讲程序啊,也可以当计划,也可以当节目啊,这边是节目啊 这个节目啊,Program就是说,准备好的啊,准备好设计好的一些东西啊,然后给播出来啊,给大家看到,或者去执行啊,它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子啊 而这个节目啊,会在晚上九点播出啊,因为播出嘛,最早是,最早是,最早是,无线电嘛,收音机嘛 那后来又有包括谁,包括影像嘛,电视机嘛,包括像网络啊,无线网络等等啊 就在空气中,就播出嘛,电线,电播嘛,在空气中嘛,所以这个节目啊,不管是广播啦,或者电视节目啊,晚上九点 也会在空洞当中,什么意思啊,就播出了嘛,就经过无线电传送嘛,我们要凡是播出啊 Channel A的show about Wales 这个wales,应该是念whales,经营应该念whales,但美国很多啊,h就不出来,就whales也有啊 当然是念whales比较好啊,像whales,英国比较念whales,美国的h就比较有whales,所以慢慢就变化啊 第八个频道,这个通常讲电视台啊,第八频道啊,你按摇空器啊,按8啊,第八个频道啊,就是会播出啊 有一个show啊,有一个节目啊,就是有关于这个金鱼的啊,所以中文说真人秀啊,使劲啊,选秀啊,就从这个show出来啊 show也可以到名字动词嘛,show就表现出来嘛,名字变成什么展览啊,活动啊,节目啊,什么show啊 airlib,这复合字嘛,lib就是抬起来嘛,airlib,就是空中抬起来,什么叫空中抬起来啊 就空运嘛,你把货物嘛,放飞机,飞机飞起来嘛,把这个东西啊,从美国运到英国啊,就空运啊 这些器具啊,会被空运到西班牙啊,along,我说along,也可以到名字动词啊,along就是,他很惊吓一下嘛 为什么叫along clock啊,闹钟啊,因为他一想说你会吓一跳嘛,你要睡觉,哎,突然嘛,那个声音很尖码,还要吵你嘛 就是吓一跳嘛,所以吓一跳的钟啊,就是闹钟嘛,你总不能翻身吓一跳的钟啊,就很奇怪啦,闹钟 闹你嘛,会把你闹醒嘛,闹钟就是把你闹醒嘛,就是说,吓一跳你才会醒嘛 The news that escaped combat around many people The news啊,本来是新闻啊,本来是新闻啊,本来是新闻啊,新的东西嘛,就像good,本来是很好,加s变good变货物嘛 Wood本来是木头啊,木材啊,加s啊,就不是变森林嘛,所以很多英文字啊,名字,信用词加s就完全不一样 但是参闹加s变成,它不是附属啊,而是变成另外一个意思啊,通常名字比较多 Compid就是罪犯啊,Compid跟suspect两个不一样,suspect嫌疑犯,还没有经过法院认真判刑的啊 这是嫌疑犯,Compid就是一顶罪,Compid本身就顶罪,那一般这边讲犯人嘛,被顶罪的犯人啊,就讲犯人就好了啊 这嫌疑犯,跟犯人是不一样的啊,这个犯人逃脱啊,这个新闻啊,震惊了啊,许多人啊 许多人啊,许多人啊,会不会跑过来啊,队伍不利啊 They are on by the sudden attack,他们被图案的敌军啊,敌人图案的袭击啊,或图备强盗啊,图案的袭击被吓到了啊 Alert,Alert就是警示啊,就是发出警告啊 The doctor alert,就是很严重的提醒的意思啊,Alert him to danger smoking 这个医生很严正的警告他,严正的提醒他,就是很正式的发出个警讯的意思啊,这个警告他啊,这个抽烟有些危险啊 alienate,就是,alien就是,我们说alien不是外星人嘛,其实alien不一定外星人啊 以前最早是外地人,就跟你有一段距离啊,就不是当地人的意思啊,后来又把它变成外星人啊 因为外星人,你说用什么字啊,所以有些美国人就把那个alien叫外地人啊,把它变成外星人啊,当然外地人跟外星人不一样 但是,所以每个字啊,有好几个意思,它都有原始的意思啊,原始的是外地人,外乡人,反正不是本地人,把它当成外星人 那这边动词啊,像外星人一样,外地人就疏远了嘛,因为外地人就跟自己就是不那么密切配合嘛,就是风俗习惯不一样 就疏远了啊,alienate his friends by criticism 因为他批评朋友啊,所以朋友就跟他疏远啊,所以他跟朋友疏远了,因为他喜欢批评人啊 这个政治人物啊,所以政治人物啊,贬义啊,我们说政客啊,就用politician 我们说政客嘛,政治家啊,政客就是好像自私自利嘛,政治家就好像有个理想抱负嘛,一般这样讲法嘛 所以政客就用politician 那政治家就习惯用statement啊,这个政客啊,跟他的大部分的支持者啊,就远离了啊 很多政客嘛,选举前啊,每个都是拜托啊,碰到小孩子捏一捏啊,碰到每个讲话,哎,当选后你要找他找不到啦 alienate,就是他的意思就是从上面下来的意思啊,降落啊,或者骑驶啊,或者是反正上升,或者下马啊,下车啊 当然发明这个词的时候没有汽车嘛,叫下马啊,the night alighted the fiend horse 啊,就是这个骑驶啊,night啊,从马上下来啊,the butterfly alighted on the cherry blossom 啊,这个蝴蝶啊,降落啊,就是从天空啊,就是停在啊,就降落了嘛,就停在啊,这个樱花树上啊 啊,这边又不是降落啊,下降,而是突然发现啊,不只是发现啊,是一个短期内的啊,突然发现啊,比较精确这个意思 短期不做的时候,发现也可以啊,这个发现跟前面啊,下降啊,就差很多啊,降落了,下降差很多啊 啊,这个年轻的科学家,突然发现啊,突然发现啊,意思是说,本来好像不知道他有在做买,奇怪什么 就突然发明啊,那discover也是发现发明啊,但是那个好像有脉络可循啊,alighted 就是好像,你看你啊,突然就降落啊,就是有突然的意思啊,但你记不住这样,直接省略掉突然,就讲发现也可以了嘛 发现了一个新的啊,Q就是检方嘛,就是治疗病的方法啊,发明了这个,这个炎症啊,新的治疗方式 inlighted on the real book,他突然发现一个绝版书啊,就是很少见的书啊,但我们一般书也没什么绝版啊 有啊,以前呢,有的绝版是送代,唐代,而且找不到了啊,只有这一本啊,绝版书啊,就少见的书啊, 瑞尔士的信用词啊,alighted就是排成一条直线啊,大概这个意思啊,they are light chairs around the wall 他们把这些椅子啊,靠着这个墙壁啊,排列起来啊,通原始的意思,排成一条直线啊 inlighted is paper desk啊,他把这个一些文件啊,paper本来是不可说明词啊,可是你把它当成报告啊,各种文件资料啊,就可以加S啊,十张本身是没有复述啊,但是我五张纸可以find sheets啊,S-H-E-T啊,用那种方式,就像family,可以家庭,可以家人啊,家庭可以有复述啊,家人没有复述啊, 所以说我五个家,啊,there are five members in my family啊,有这个,有这个差别啊,他把这个啊,这些文件报告啊,这个排列在啊,这个书桌上啊,一般 table 是一般桌子嘛,如果书桌叫desk, Elai was closely aligned with Germany in World War II 意大利亚在二十大战说跟德国是联盟啊,结盟啊,因为结盟嘛,连在一起嘛,排成一条线就是在一起的意思嘛,所以这边翻成结盟啊,就联盟啊,结合在一起啊 Elai就是舒缓啦,减轻啊,减轻压力啊,减轻痛苦,Elai啊 这个字也是比较文粥粥啊,比较是啊,在英文也算半言文吧,就是一般写的时候用,讲的时候口语上就比较少用啊 所以当然,所以我发现啊,美观在讲话的时候,几乎就口语跟写文章啊,分开 那英文平均的英文水平比较高啊,所以我发现啊,英文讲话会用的字啊,就是用的比较文粥粥一点啊, 像这种字,英文可能就比较会用啊,那美国就是啊,因为在英文眼中美国的老土嘛,那美国又觉得啊,英文讲话文粥粥啊,这个意思啊 就是他啊,试着啊去,不要再掉眼泪啊,他是就是,舒缓啊,减少的意思啊 他就宣称啊,他坚称啊,就是一直强调,他坚称啊,那天晚上他跟这个杀人犯啊,就被宣称啊,不一定真的杀人犯啊 就发生了,摩扎案的时候,有人被告嘛,说是你傻子,他说没有哦,我是任正哦,我当年跟他在别厉嘛喝咖啡哦,他并没有做啊,就是这个意思啊 他坚称啊,他强调啊,他没有去啊,没有去上学啊,是因为他生病啊,attending就是出席啦,参加的意思啊 aliviate也是减轻的意思啊,drag or alleviate is suffering啊,这个药品啊,当像一般人,尤其在美国啊,已经不太用drag,当药品用medicine drag,就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啊,他从药品就多了一个,叫毒品 就像drag在英文里面很讨厌啊,毒品啊,还是药品啊,看上下来啊 所以美国就像慢慢就说,我药品啊,我就不用drag,用medicine 像药房也不用drugstore,用pharmacy啊,但是他还是可以当药啊,但是像在美国用尤其是经费片啊,那些美菌里面drug 就用,当成毒品比较多啊,这些药品啊,会减轻他痛苦啊,但是你这边就不能说毒品啊,那毒品跟药品有时候很像嘛,像马飞嘛,马飞也可以用的药品也可以用毒品嘛,所以它有点关联性啊 Is money should alleviate our financial problems? 这些钱啊,可以帮助减轻我们的,这个financial就是金钱啊,我们的货币啊,或者金融啊,都可以嘛,多钱啊,就是我们的经济问题啦, allocate就分布啊,或者分配,因为allocate,benefit,fairly啊,fairly就相当公平的啊,它平均分配利益啊,大家获利也赚钱啊,平均分配啊,fairly就公平啊,但你像evenly啊,很平均的也可以啊,所以我们英文好啊,就是Biao老师说同一个中文意思,老师用同一个字,老师用同一个字,老师你看小说家嘛,文学家嘛, 老师,马一下差不多的意思啊,它一下用这个字,一下用那个意思啊,它可以用不同字啊,可以表达不同的情况,看起来意思差不多,就表示文字功力很好嘛,中文好也是一样嘛,中文好的,你看它词汇就很丰富嘛,中文程度不好,高中毕业啊,或者一般程度不好,老师用来用去就那几个字嘛, 就是它把这个苹果啊,在他们三个里面做的平均分配啊,文漫就是三者,跟三者,以下两个人就是between啊,就是between啊,每个人都也不念between啊,念between啊,alot啊,这就是分配工作的意思啊,前面的allocate就是分配利益啊,这些分配钱啊,alot就是想分配工作,人物这些啊, different assignments will allow to each member of the committee啊,就是不同的工作啊,平均分配到这个committee,这个委员会里面的每一个成员当中嘛,那alot也算是比较复杂啊,那这边列出五个意思啊,alot本身好像很简单嘛,准许嘛,这边变成五个意思啊,do you allow smoking in the movie theater啊,就他们啊,什么容许啊,在这个店家,在这个电影院里面啊, 啊,是不是容许啊,就准许啊,同意啊,准许抽烟啊,那no pass along,这很简单,就是禁止啊,宠物进入啊,这边,当你说同意啊,可以跟同意什么,同意啥子东西呢,同意进入啊,所以前面alot就是准许,同意,那第二个呢,就是准许进入啊,多了一个进入啊,进去啊, 这意味道啊,不准导物进入啊,这边就是,真许做什么事情啊,她不准自己吃甜食啊,不准自己啊,啊,她同意自己不甜食啊,在中文很烫,嘛,她 他不讓自己吃甜食,不准許自己吃甜食 他同意做某件事 The Father allowed her $100 for expenses Allow就是,本來意思是同意給什麼東西 當然我們翻譯的時候就不是這樣翻了 他後來演變成有點說,給零用錢,有那些意思 所以這個比較不好解釋 看意思 他的父親付費用,給他50元的費用 像這種東西,我們中文就表白說他爸爸給他50元的費用 就是他爸爸給他50元的零用錢 因為Allow,本來是同意,給予,或同意做什麼事情 像這一句,英文裡面,他已經含一個給零用錢的意思 這比較特殊 照理說這應該跟前面分開 Allow that it had been a mistake 這邊承認,又不是同意,這邊承認 像Edmond,我承認他是一個錯誤 所以很多人常常完成事分不清楚 因為完成事要過去完成事 現在完成事,未來完成事 所以had been是過去完成事,如果用has或have,就是現在完成事 如果用will have,就是未來完成事 簡單講,had是過去事,過去完成事就是從過去一段時間到過去 比如說過去八年到過去一年,已經結束了,在過去完成事 他表達兩個就是持續地在做,或是曾經做過 如果現在完成了過去一段時間到現在 比如說過去三年到目前為止還繼續 未來完成事就是甚至從過去到現在,甚至未來都會怎麼樣 所以有這個差別 他表達兩個,一個就是說 一直都在做,只是時間點不同 第二個就是持續一段時間,或者已經做了 We should allow it have been now 這邊就是,Allow又不是同意 我們要預留一段時間,律有一個空間 我們要多預留半小時,時間了 準備吃飯,比如開會 你比如說開到剛剛好,吃飯還要出去,還要走路 這叫我們預留半小時的意思 那叫做shrinkage shrinkage就是縮水的嘛 它的名詞是shrinkage 當然shrink也可以當名詞,但是shrinkage比較正式 就是我們預留2英寸,當作縮水,聽不懂 比如說你做衣服,訂做衣服什麼東西 就是做寬一點嘛 它搞不好要做衣服裁縫的時候 要泡水要幹嘛,搞不好縮水 所以預留2英寸這個意思 這幾條字